英国皇甲海军急重南反日薄西山 这期来说是这个话题 曾经核实大英帝国的无敌舰队 在全球各个大洋上横行的几个世纪 从全世界掠得了无数的财富 但是如今落马的凤凰不如鸡 英国海军问题重重 从人员的捉襟舰肘 到皇甲海军的舰艇故障频发 这正是英国海军的现状 英国海军目前的四条货舰退役以后 后继无件 老雕洋的战略舰铁工绝号 维修已经耗资了1.03亿英镑 至今仍然趴在港口里 原本计划在铁工绝号上面 安装S2087声纳系统 但是把如此巨额的经费 花费在仅剩下两至三年服役期的舰艇上 毫无意义 到2026年 英国海军护卫舰的数量 能下水航行的只有五条 在新舰艇入列方面 按照计划26型的格拉斯哥号 和31型的冒险者号护卫舰 应该在2027年的年底 到2028年年初入役 但是现在难以保证计划会正常进行 冒险者号还没有下水 进行任何的海事 英国海军舰艇建造计划 存在不少的问题 首先签订合同的时候 舰艇的造价是大大的降低 导致英国最大的国防承包商巴布柯克 与英国海军部发生冲突 造船厂要求增加军费 而海军部不想或者是无法提供 现在正在扯皮打官司 其次是新造舰艇 并没有根据自己的尺寸和排水量 进行装备的安装 主要指的是安装美国的MK-4E 通用锤一发装置 头两艘护卫舰 冒险者和机极号的舰艇 已经建造完毕 如果说不经过大的改造的话 是无法安装MK-41的 但是这么做将大大的提高造价 谁也不敢拍板担责任 还有跟现实问题 英国海军计划2025年 要进行皇家海军伟大的东征 航母已经定了 没什么问题 但是护航的舰艇在哪里呢 至今还没有着落 哪怕仅仅是要求一条曲舟舰 两条护卫舰 或一条攻击型核潜艇 走成这么一个护航编队的 但是仍然猝不齐 英国海军的补给舰 同样差强人意 唯独利亚港号综合补给舰 在码头上是袖极斑斑 没有任何的维修 舰上的部分舰员 甚至抽调分散到 还能够航行的 其他的舰艇上去工作去了 四条相对比较新的运游船 其中的一条呢 突然莫名其妙的退役了 航母编队消耗柴油的速度 是非常快的 皇甲海军伟大的东征行动 到时候至少需要有一艘运游船 实施半岁保障 这完全不是皇甲海军的风格 但这就是英国皇甲海军 面临的残酷现实 英国的勋爵们 打算如何摆脱这个困境呢 让人笑掉大牙的是 大英帝国的那些大人物 似乎还活在上一个世纪里面 动不动就要决定其他人的命运 看看这几年来 英国政府做了多少自丑不绝的事 派伊丽莎白号航母 到中国南海来自由航行 有没有舰载机 只好向大哥美国 借了一个中队的F-35出面子 结果没搞好 其中的一架掉海里去了 在乌克兰问题上 是英国首先出头 阻止俄乌和谈 积极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 给乌克兰递刀子 让俄乌双方死里拼命 英国还多次派政治人物 窜访中国的台湾 给我们中国人心头上撒盐 还有很多很多 让人持冷三天的言行 是如今的英国是落毛的凤凰不如鸡 这还是抬举他 实际上破败的大银帝国 怕是连鸡都不如 欧洲人不待见他 政府财政捉襟见走 家里穷的接不开锅 英国的强苦各地 天天在上演美丽的风景线 即使如此 英国还铁心要当美国的狗 把远在上万公里开外的 自己当年欺负的无以复加的中国 数作敌人 这个世界上还有比这种国家更让人恶心的吗 德不配位 自不量力 英国这个历史上到处欠下血债的老牌知名主义者 挨收拾的时候 已经到了